接下來 我們要定義 我們要定義 就是那個城板 城板的座標系統 城板座標系統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太粗了 他的座標系統是定義成這樣 右手定著 因為這是電子白板 所以 直線沒有辦法畫得 大家就 體諒一下 這個座標系統是一個右手定著 XYZ 這邊是X方向 這邊是Y方向 右手定著 這是Z方向 然後呢城板呢 我們把X方向這個 各位要注意一下 就是他有一個叫做Mid plane的概念 Mid plane 中間面 中間面的概念 有點類似 有點 類似 它是幾何的中心面 Geometric 不是材料的中心面 要各位知道 材料中心面 我們叫做中性軸 Neutral Axis 然後這個Mid plane 代表 那個幾何的中心面 什麼叫幾何的中心面 就是說各位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幾何的中心面的就是說 假設這裡有一個城板 然後呢 他的 他這個城板 變成像 正面 國電 的 一 天 比 有 不好意思,這個畫的不是很好 我們再重新來一次 重新畫一次 這個我們先把這個橙板畫出來 就說 OK 然後呢 這個是橙板的 這個面 上半部 好 這個假設是一個橙板 然後呢 他的 他的那個我們把這個 C線代表看不到的部分 C線代表我們用黑色的好了 C線代表看不到的部分 這是他的看不到的部分 然後呢這個中性走到這個就是2分之H的地方 就是高度的一半 高度的一半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一個橙板的概念 所以各位先把這個座標系統先先了解一下 他就他把那個高度的一半 就變成是一個一個中性軸 中性軸 各位要注意一下 所以他會有一個plane 一個叫中性面 中性面呢 我們可以用一個這個 顏色把它畫出來 我們用這個橘色 然後你可以 我們把這個中性面畫出來 這個面呢 我們叫做中間面 midplane 中間面 這是 在這個 在這城板的中心 中心的這個面 叫midplane 就是說 城板的 中心面 midplane 就從2分之1H的地方 這個我們先定義一下 這樣的一個座標系統 好 那我們開始來 來推導這個公式 那當然這裡面呢 會有一些材料曆寫的基本 基本功 那我想我們就 不在這裡 如果各位不熟的話 你們可以去翻頁 這個以前的財力的書 就是 其實那個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本來是一個 版的理論 這是一個版的理論 其實他跟梁的理論是很像的 叫bin theory 那梁呢 各位 大概以前都 都有修過了 因為 板跟梁差異就是說 梁是一個 一個帶狀的 梁是一個帶狀 這是一個帶狀的 其實梁就是一個帶狀的板 所以梁理論跟板理論呢 其實是很接近的 一個就是一個是單面的看彎 一個是雙面看彎 就是說 這個是 雙面的看彎 然後呢 梁呢 是一個單面看彎 因為他就是 以這個座標系統來講 這個座標系統來講 就是 如果說 這是一個帶狀的板 梁就是帶狀的板 也就是說 他不考慮 不考慮Y方向 就是梁 如果這個是一個梁的話 他就不考慮Y方向 因為他 Y方向 很窄 不考慮Y方向 不考慮 不考慮 所以他是一個 只有考慮Y方向 XZ XZ X跟Z 只考慮Y方向 我就不行 就只考慮Y方向 所以他在外方向呢 就是沒有沒有梁就在外方向 可是板的話呢 他都會作用 因為板是一個 在 在 歪方向是有 是有 一個延伸 好 有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下呢 我想我們就繼續往前走 好 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過 我們剛剛 有講 我們我想用這個 直接用這個來講 我們把它縮小 好 用這個 以這個來做一個理論基礎的話 然後在以前的梁的理論裡面呢 我們曾經有一個 這樣的一個公式 就是 把它用 用黑子 黑色的字 在X方向 還有 Y方向 因為Y他是有考慮到的 因為這時候已經不是兩 他已經變成是一個 板的理論 但是他是一個薄板 是一個薄板 不是一個後板的理論 是一個薄板 基本上呢 他是一個薄板的理論 因為一般來講 就是像葉片 這都是一個 在這個薄板的理論裡面呢 他的這個 XY方向的那個 硬變 不管是 垂直 硬變 不管是 NormalStrain 或是 啊那個 Strend 他可以用一個 這樣的一個 表示方法 詳細呢 詳細呢 各位可以去參考有關 就是 那個力寫的書 啊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就不在這裡做推檔 因為這個很花時間 直接把這個 因為這是一般薄板理論的一個 基本的概念 加上呢 這個Z 乘以 Kappa 好跟各位解釋一下 這個意思 Z是什麼意思 Z是 我們要從 這個中心面算 Z的意思呢 就是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坐標走勢 Z Z呢 這個就是 從 Mid 中心面 到 層板 到 某個 某個層 的距離 因為我們知道呢 這個是 這個層板 他是一層一層的 然後呢 從中心面開始 到那個層的距離 我們叫做 那個Z 但是要記得 他是向下為正 因為坐標系統的關係 向下為正 這個Z呢 向下是為正 所以 要要要了解 這樣的一個 一個情形 向下為正 好 那什麼叫 Curbiture Curbiture就是一個 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 叫做那個 趨力 Curbiture 叫取力 那個 Z是取力 Curbiture 就是有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 取力 或是什麼 你們去查一下 然後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呢 是 各個 各層的 特定位置 這個是 每一層 特定位置 就是我們講的Z這個位置 的變形 然後這個是 中間面的變形 就是 Mid plane的變形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這個每一層 每一層 特定位置 在Z位置的變形 就是 兩個Normal strain 還有一個Gamma strain 它是等於中間面 就是這個中間面 它的變形 然後去加上 去加上 這個距離 就到各種距離 乘以它的取力 Curbiture 因為這個板呢 它會受到風吹的時候 假設 或是車子走過去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彎曲 板會有一個彎曲 我們叫Curbiture 而這個彎曲呢 它是雙向彎曲 X方向有彎曲 因為 這個X方向有彎曲 Y方向有彎曲 跟梁不一樣 梁就只有X方向 因為梁就是 就是只有 X方向 彎曲 可是呢 在板的話 它還有一個 Y方向的Curbiture 這跟梁不太一樣 所以它是 雙向的Curbiture 不是單向Curbiture 所以也就是說 每一層的變形 是等於中間層的變形 再加上 中間層 到這個 該特定位置 該層的特定位置 假設第一層 第二層特定位置 的那個 的距離 再乘以它的一個 一個Curbiture Curbiture就是它的 曲率 這個是一個 橫等式 這個你去看 力學術都有 梁的理論也有 梁的理論 也有 只是說梁呢 它基本上呢 它只是一個 就是一個帶狀的板 帶狀的板 所以是 不太一樣 掉 checklist equipment 我們也有 選的 做好了 這樣 跟 noticing 你可以 下方 把 刀